我告诉你啊,以后大炒菜买回来,我要总是炒着吃辣,今天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吃法,说辣爽口,特别好吃,先把这个大炒菜用手撕成小块,然后撒上一把精盐,给它翻拌均匀,腌制两个小时以上,把这个大炒菜腌出水分了,把这个盐水留得备用,再加上清水,给它泡一泡洗一洗,给它洗掉盐味了,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 对我来说却能让我高兴一整天,今天这个视频,麻烦你就给点一个免费的红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,准备一把小葱切成小段,苹果和白梨给它们切成细身,然后给它们倒在大炒菜里,加上一包这个,韩式泡菜专用酱,这里面什么下酱啊,鱼露啊,成分都有了,什么都不用老铁们放了,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朝鲜煮拌菜的味道来,把这个大炒菜给它抓拌均匀, 即可开吃,放在冰箱里冷藏,两天以后再吃,酸辣爽口,特别好吃,喜欢的你也试试吧